第一次有什麼意思 吃什麼?千層酥 酥湖匙 原來有馮馮國佬 好帥 出糧吃好一點,今天我們來掃街 為什麼只有我們兩個呢? 因為我們都是無德同宅 沒錯,話說我們小時候就同效 一直都是這裡附近 在這裡附近的食物我們是非常熟 第一次出糧,兩個人 兩個人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第一個地方 走吧 好,來到石獅子葡萄堂 吃什麼? 這間是挺有趣的 它是小巷中間的燒尾店 燒尾店? 馬上試一試 嘗試薄一點 嘩,很冰冰 冰震的問題 是有咬厚一點的 肉質比較硬 比較硬 對 可能是因為它冰震的 開胃,開胃 味道也有 不知是有咬厚一點 嘗試一下這個豬脊肉 好像很棒 正形的口 嘩 嘩 嘩 這個豬脊肉真的 它是叉燒汁的味道 但是豬脊肉的口感 其實是吃瘦叉 或者鼻叉 可能是吃油脂的感覺 或者肉的咬厚 這個呢 爽叉 對 可以比喻它爽叉 你還沒吃過這個肉脊 但是不錯 真的 剛才吃了一塊很貴 你吃什麼? 對 其實它真的像沙燒的肉脊肉 應該有下注 好 吃完燒尾之後 我下一集就帶你吃餅 那間店頭 走 來到這裡 接近我們下一個地點 我發現現在兩點了 現在還有很多學生 有一點沉迷 有一點中學 找飯吃的感覺 哈哈 找回那個感覺 又有一點不同 因為沒有那麼趕 對 那個標誌性地標 都是得M記 是花王堂區 不是望德堂區 為什麼剛才說是我的店 就是因為它叫老餅店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店 看到有個老婆餅 好棒 低糖老婆餅 還有一個叫超級無的低糖椰塔 糟了 我每個都想吃醬 好啦 老闆說 是 第一次 有點不好意思 好 謝謝老闆 它是姦皮下 我們下次再來幫忙 就對了 好 謝謝老闆 謝謝 上次和零兩毫我們吃了一個椰塔 那個椰塔就很飽滿 不知道這個 你看看它不是低糖 它是焦 焦 那就試試它有沒有那個感覺 先試一塊融 嘩到這樣 真的嗎 它不一樣 我上次吃那個 它不太實 它比較鬆軟 好吃的 老闆的口味叫得剛剛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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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叫香龍咖哩 歐 自拍 老闆說裡面有房子 對 真是大家就不要吃那麼多了 房子我們可以試一下 這個好甜 它這個咖哩很特別 它是偏香 它不會說是很辣 或者是甜 它咬到它的香就爆出來 對 但也有少少辣 它是香料味那種辣 它不是辣 它不是辣 這個人都很喜歡 是你吃了它 好甜 嗯 嗯 嗯 鹵狗公園 其它叫做 其它叫做 每逢的街節 中秋節 會有燈迷活動 在這裡 有機會來看看 喂 坐下喝杯 然後還有肉鬆 菜脯 它很熱辣辣的 好大 好吃 飯呢 比較黏一點 有點咬喉 其實呢 裡面整個口感是很豐富的 還有很方便的 其實這樣吃 這樣就一餐了 以我所知呢 這個地方呢 是 又是這個 望德堂 和這個 花黃堂的交界 咦 中間這個位置 是嗎 對 那這裡呢 就有這個 Papa Soup 應該就是很出名 是喝湯的 可以進去看看 我一個沒有那麼濃 一個濃 兩個嗎 你行不行 我叫湯應該可以 一個番茄 一個 南瓜 南瓜 我覺得我應該是 鹽大利蒜香蔬菜 番茄湯 很油 很喜歡 我喜歡 這隻味道是炸蒜 我就是沒有炸蒜 這個就是這個 焦糖果 人 剛才姐姐跟我說 他要放進湯裡 他有沒有想像中那麼濃 你可以喝到 他有很濃的南瓜味 但他不是說 傑伯伯那種 然後他加上 裡面有些火腿 還有 剛才那個焦糖果 他令到整個湯 沒有那麼膩 那個感覺 剛才在我們喝醋醋醋的 醋醋醋 這條斜路的地方 就是我們 這次另一間店 吃什麼 千層酥 酥 酥褲 很帥 有什麼推薦 我們去吃牛肉酥 牛肉酥 是呀 牛肉酥 好 所以我們要牛肉酥 我們就要牛肉酥 就要一個牛肉酥 玩完這個酥 我們進去封堂 封堂 封堂 就是我之前 都會在這裡 有些表演 就是這裡 裡面有一個舞台 有時候會有一些 民創的活動 再走下去 就是我們這個婆仔屋 之前我們萬聖節都是一個熱點 是 就是很多人在這裡拍照 有些活動 沒錯 再走前一點 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是的 這個望德堂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澳門的區 是算聖堂這樣分 我也是近期才知道 哈哈 小知識 小知識 我們這個地方 先坐下來吃個酥 剛剛我們打算坐下來吃的時候 老闆娘說 然後切了個碗 所以叫我們這樣 證明它應該真的挺酥 我試試看 我想說 它的牛油味真的超級重 它的酥皮名不虛傳 你好像在吃 很多塊薯片 全部搭在一起 一次咬下去 很酥脆 雖然它現在不是很熱 但是也不會影響到酥的質感 它的牛肉的味道有點像 平常吃的 鹹牛肉包的味道 偏碎 所以你其實不太吃得出牛肉的口感 吃完鹹的 今天也吃了這麼多鹹的食物 吃過甜品 我吃了這個很久 嗨 現在馬上去我們的老朋友 這間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以前我們拍出牛肉都拍過 今天我們吃回它 最過程的雪糕 對 好 謝謝 謝謝 哇 有了 想不到我們今天吃不到培茶 就是有這個新出的香蕉味 一個香蕉 一個豆腐加抹茶 乾它 乾它 香蕉味就是香蕉奶的味道 韓國那種 我記得是香蕉味很濃 還有它奶味都濃的 兩個味道都濃 然後我這個豆腐加抹茶 它依然都是一罐的風味 它的豆腐味其實是很濃 然後加上你的抹茶 中和它的抹茶 可能有一點苦味 苦澀味 對 所以其實可以的 今天我們介紹 望德堂區的 素街 對 就到這裡了 大家有機會 可以試一下跟著我們這個路線 探索一下 又或者 可以找到我們沒有介紹的店 告訴我們大家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們下次素街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旁邊 我們下次見 點鐘 只能做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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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